正好 對 一天要炸一鍋 為什麼一定要炸這個炸 它沒有賣麵 這是賣麵的 算是主要的 文童話 像他們那一角 就被一走到这个市场旁边 一闻到这种味道 好像没进来吃好像不行 好像被这种味道给吸引进来了 这个味道 窗外秋一浓 来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汤 再暖心不过 让我想到我妈妈那个时候 她的汤头真的是 我从她妈妈吃到现在 吃到星坎里的味道 就是黄妈妈总会在料理里 加上一勺炸得脆口的油葱酥 我都给你油葱酥 我到各家我就想吃这个 我觉得平常说 哪一家做的好不好吃 先给他评估一下 好不好吃下次就 不好吃下次不用来 笑得合不容嘴 这味肯定有达到标准 清晨六点营业 市场里的面摊 是许多南庄当地人的早餐 不用等到中午 一大早就有熟面孔 登山客报到 要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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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一分吧 一吃到二十分吧 可以吗 可以吗 等再久 客人都愿意 一锅子的勾勾汤 一下就见底 各式国民小菜 跟着切个不停 油汤生意忙又累 请不到员工 年轻的黄子鸣 只好一人分饰好几角 务求最短时间 将舌尖美味送到嘴边 就是在市场里面 吃面的那种感觉 就好像 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庭 那种很温暖的感觉 都比妈妈煮得好几 有啊 有啊 妈妈煮会煮 勾勾面是面摊招牌 已经在小山城 飘香超过五十个年头 糖底勾芡 主角是肉根 总是现煮现卖 黄妈妈瘦归瘦 可气力速度 比年轻人还要快 挖习惯 挖习惯 做习惯了 勾勾 勾勾 那是客家话还是什么 对 鱼肉 对 猪肉 小鸡打的 它属于鱼比较多吧 肉比较少 也就是叫肉根 笋丝 红萝卜 木耳 有些客人想说 为什么你讲肉根 都没有看到半块点肉 也曾被骂过 对 会啊 可是它的肉是夹在里面 搅拌的这样子 一度受到委屈的面 客人越吃越习惯 慢慢的骂声 变成了稀稀素素的吃面声 勾上芡粉 台语念勾勾 才出现勾勾面这有趣称号 不过到了黄妈这一带 发现这碗面很是让油脂烧呢 所以又把它取名 茴香面 很多从这边去外面伤害的人 他们回来就想说 回来南庄没吃一碗面 好像不像回来南庄的样子 就是好像想吃那样 古早味的味道 勾勾面也好 浮云游子的茴香面也罢 都是婆婆 英姐 当年为了养家 才开始在路边做起生意 因为婆婆那时候 一个老人家要养四个小孩子 单亲嘛 后来妈妈就想说 来卖个面 她自己去弄 怎么做勾勾比较好吃 四婆婆她自己想说 要怎么去养活一个家庭这样子 所以她才出来卖面这样子 那时候一碗面 从三块钱卖到现在 客家饭桌上的家常味 受到热烈回响 生意强强棍 一张桌变成好几张 婆婆手把手的 把厨艺传给媳妇 黄妈妈不敢懈怠 每天天还没亮 就起炉火 炸猪油 做起客家魂 油葱酥 这一锅有很重要吗 很重要 很凝固 凝固没有给它炸香 那一碗面觉得好像 就好像那一碗面没有香味 对 你们家哪些料理需要加这些 炒面 还有锅锅面 就是肉羹面 汤面 干面 都是要这样 油葱酥 20斤猪油 15斤红葱头 大火煸出天然的台湾味 徐徐清风 总把它带着跑 是领着面摊 走过半世纪的大工程 专门来卖这个 像网路上不是卖东西吗 还有我的辣椒 谁准备靠这两位来赚钱 本来是想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改天行销了 看要怎么去慢慢发展 说是要靠油葱酥和辣椒来赚钱 但其实舍不得停掉这摊子 因为儿子放大了好几年 这两年好不容易想通了 传心待在店里 前面是念餐饮的 他怎么念没有毕业啊 不乖 很不乖 爱玩了 都不回家 对 然后又变得很爱喝酒了 现在比较有责任 比较有 对 要有责任 因为家人有跟我讲说 如果我不做这个的话 这间店就没有了 所以你才认真的思考了 对 就爸爸也常常讲说 坐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 你做什么就要向神 能做米饭 用给你吗 怕他猜的 有啦 前几年有想 可是现在已经25岁了 念下去那么老了 再几年就要接棒了 和酒肉朋友说拜拜 工作不再绕跑 生活变得规律 清晨六点 黄子明就来市场报到 一做定 就把一天的馄饨量给包好 不多做放冷冻 因为他跟妈妈一样 讲究食的鲜度 以前料都是妈妈在挑 后面换我再挑这样子 馄饨做 其实喜欢吃汤的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喝汤 比较喜欢我们家里的汤跟桃 这样子 因为从早煮到晚 有很多大骨肉 你的生意比较好 还是他的生意比较好 要怎么讲 因为以前比较都是做煤矿的 现在都外客比较多 所以我现在的生意还不错 因为有认真在做 客人满座 给了认真最好的肯定 忙虽忙 嘴上说得累 其实心里很欣慰 儿子想通 成了最得力助手 婆婆的手艺不担心失传 这碗勾勾面 把油籽勾回乡 也让自个儿孩子迷途知返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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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肉 饭 肉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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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卷 两个肉羹面 一个油豆腐 可以煮的 虽然是在自家的食堂工作 不必像公风一样翁翁翁 赶着从基隆到台北通勤打卡 简正峰还是能从热锅里 羹汤见底的速度 同理感受上班族的 沉间匆忙节奏 赶上班 他就是外带 然后就直接去搭客运去台北 所以很多的台机用人都是这样 客人会一直催 他会说老板你可以快一点吗 我车快来不及了 一般吃食店家能够起早的 多半从早点卖到午餐 正常做席的也通常是卖五碗两餐 很少能够像简家的收银机 一样通吃三餐 中间还没有空班冷场 基隆人习惯 他从一早就会想要有 一点元气的东西 早期基隆 港区的货运蓬勃 坝头工人 货车司机众多 粗重体力活 需要足够的营养和热量支撑 夹坝才好上工 加上多雨潮湿 油汤类吃食 就成了一早暖胃暖身的最佳选择 也因此发展出劳动阶层 饭面配汤的早餐特色 外带好了辣椒都放下去了 谢谢 汤头厚薄适中 清甜美雅 肉条扎实带着胡椒香气 为在港边中传路上 解正风家的肉羹汤 就依着基隆园的早餐偏好 在港区周边沸腾了五十年 也成了在地知名的美味招牌 豬脚算是我们的招牌 所以我们豬脚通常很热门 有时候可能平日的话 大概一两点可能就会完售 假日可能有时候到十二点就卖完 对啊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 我们的豬脚是限量的 他寄来他就会像这个时间 他就会来一次就买个两三百 四五百这样就很快就卖了 两个面豆腐椎菇辣萝卜一百七十五 欸我们都坐在这里 还要花一百三耶 坐在这里喔 刚刚坐在这里 对啊 因为我们在女庄那边 我们煮女庄那边啊 那你怎么会好啊 欸啦我们四个人怎么会好 我就请他切成两二乘六的大小 大概像印章的一样的 一口就一口就一口一口 多一嘴啊 你太大条你吃你也太大 太小条又没有那个口感到的 客人超爱的招牌肉羹 选用温体夹心肉 浸泡酱油 胡椒 辛香料 冷冻二十四小时入味 再用鲨鱼鱼浆紧密包覆 那是比单吃吃肉条更有口感层次 也更為滿足的貪食爽脆 冷藏的話 等到你機器打完之後 它就會翻臭嘛 那它就肉比較死了 你就撈不起來了 所以一定要冷凍 一定要鯊魚這樣 有些有時候鯊魚不夠的時候 他們又會一些旗魚 可是因為我每天試吃 其實那個旗魚那個餡味 其實我吃得出來 沒說太好了 後來因為我就一直要求 鯊江店 每天一定要用鯊魚 但真的很冰 教練還好 冬天會待會要休息一下 不然手會整個都紅掉 肉條條分履稀 跳水補水 就可以上岸冷卻 隨時上前場補位 當最佳主角 而匯聚肉汁精華的汆燙大鍋 再加入豬大骨 六小時熬成高湯底 清甜回甘 夏天加入新鮮筍絲 冬天白菜 當季熊輕易融合成 一匙清雅甘美 如果說前場的生意爐台 是弟弟簡正風的表演舞台 那大哥簡國鋒 就是他的最佳後援 為了接續老爸的招牌 每天清晨不到六點點火 一直奔騰過傍晚六點 才熄火收工 是自家正宗口味的 第一掌門人 從老爸爸身上學到的功夫 其實是累積了超過半世紀的認真 才有的風雨收穫 我們雞蛋的口味 譬如說 豬肉、肉雞、火雞、火雞、蝦鱗 都經過蜜酒的時候 到外面 包括麵線間大長 我們雞蛋有大長的 裡面也有蜜酒 這也是雞蛋的結色 蜜酒是雞蛋的 以前是名產 礦工之子很早就沒了媽媽 撿霸撿金龍 小學畢業後 就自力更生 在基隆廟口當吃食灘學徒 三餐有基本溫飽 還未成年 就不再成為父親肩上的負擔 靠自己學得謀生能力 存錢、標會、成家、立業 剪金龍剛開始做生意時 在七樓擺攤 三樓住家就是生意廚房 所有的東西都在樓上準備好 包括熱湯也一樣 裝在鐵桶 在走樓梯搬下樓 好幾次階梯施滑 腳步不穩 差點上眼汆燙人肉 這個時候是不覺得什麼 因為有的生活 要生活 你不賺錢 不打命不可以 一定要生活 你跟借錢也要現人 譬如說 當然輕鬆 我們就是憑著這個志氣 這樣做起來的 會有這種想法 這是動力 這是我們出發點的動力 而且可以志氣 就是說一定要拼起來 剪金龍夫妻倆 客難不為難 小棋樓打拼五年做出好名聲 最後擁有自己的店面 夫妻同心協力 連同孩子們也不例外 青春年少的假日假期 全都浸泡在羹湯的忙碌浴熱裡 讀書的時候就決定要讀高職 都讀職效 然後希望人 就是大學的時候 人讀越遠越好 我不想回來 真的不想回來 剪國鋒兄弟倆 後來做到怕了 不管是讀書或是工作上班 只要有離家的藉口 就逃得遠遠的 直到老鐵桶的把手斷裂 才把剪國鋒的傳承之路 給連上 就這樣剪國鋒回家一坐超過十年 也贊成了主力位置 連帶的也用需要支援的理由 把弟弟從網路媒體給召喚回家 兄弟分工合作 讓辛苦一輩子的老爸爸 退居第二線 享受退休生活 長大之後就不會抱怨了 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爸爸會那麼的 專心的在這間店呢 就是因為他夠堅持 這間店才會成功 剪正峰也利用學美術的背景 重新設計店面 讓座位區更舒適 作業區的動線更流暢 改善出餐的速度跟正確度 還沒有改之前 我們其實有遇到很多很多的抱怨 客人全部都用冷腦劑 就很容易出錯 有時候他點面我們上米粉 曾經擁有的比別人少很多 如今剪金龍靠著雙手 再傳遞給兒子 拿下了滿意的高分 那是認分不認命的拼勁 得來的韌性甘甜 這國營運裡 熱湯肉條溫熱了雞龍人的一天活力之史 也沸騰了簡家人兩代接力 傳家以勤已成的相互理解與傳承 兩個綜合米粉 內用 中午用餐時分 儘管外頭下著綿綿細雨 小小的店面依舊讓來希望 你給魷魚米粉一個甜不辣 對 好 飯開放式廚房 再搭配上文青風格裝潢 精心挑選的餐具 顧客悠哉地吃著中餐 乍看以為是早午餐店 但其實這一碗一碗裡 是傳統街邊小吃 魷魚羹 我覺得它魷魚脆脆的 用餐環境比較好 魷魚特別脆特別好吃 比較有搖勁新鮮 才開幕不到一年的店面 背後其實是承接了父親的手藝 漢過往攤車形勢 以及汗流夾背的印象不同 走精緻舒適路線 但是能夠讓客人接踵而至 聞香而來 最終還是要回歸美食本質 來自於老父親阿文的手藝 就像自己的初心般純粹 魷魚羹的用料並沒有特別密集 阿文相信原料成分越單純 越能夠呈現魷魚的香甜 其中魷魚的口感更是講究 脆又不帶纖維 還曾經有顧客以為它是泡了棚沙 才會讓魷魚看起來碰潰 但阿文強調 絕對只有泡鹼粉 重要的在於挑選魷魚的部位 四十年前阿文退伍後 原本想開個巷館 無奈當年市場已經飽和 競爭相當激烈 如果專攻寫真攝影 得砸錢買服裝買道具 手頭資金根本不夠 轉念一想做吃的門檻低 但怎麼會選魷魚羹呢 原來是阿文偷偷放閃 因為那個時候這種魷魚羹 四十年前它算一個新的行業 阿姨也莫愛家 每次都說我還要吃一碗 她都說不用吧 我說我還要吃一碗 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賣魷魚羹了 太太吃就不用花錢了 所以一賣就四十年 靠著魷魚羹 阿文養了五個女人 也就是因為這樣 生殖創業風險其中辛苦 一聽到女兒要開闢新戰場 投入魷魚羹市場 顧不得自己的老招牌 能夠繼續被傳承 阿文反對到底 婦女間的擂台就此上演 一般人家的父親都希望 有小孩可以傳承自己的事業 但我爸爸是非常反對 然後他是甚至跟我媽拍桌 然後吵架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一定要做這個行業 你在學校當老師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要來這邊 接手這麼辛苦的行業 我反對他開這個小事 這是我第一個反對 第二個反對他找這個點 我覺得應該是做不起來 連人在做都沒有 一個魚酥飯 一個綜合飯 兩個綜合米粉 他說我不去 我不去 你們自己去 你們要做 你們就自己去 你知道不用問我了 他就是很生氣 後來我是覺得這個點不好 後來他們做起來 我覺得說 對 因為 有一句話就是說 酒香不怕弄 就是說東西好 你在一個很沒有人潮的地方 他還是可以賣得很好 對啊 面對兩個女兒的連環攻擊 阿文顯得更不好意思 也坦承自己當初確實看走眼 畢竟經營模式大不相同 小女兒過去對接班也根本沒有想法 對於阿文來說 女兒突然提出要接班 這些都只是天馬行空 想學 想傳承 門都沒有 當我想要學的時候 爸爸並不是說來來來 我教你 就是爸爸其實他就會做他的 然後我就要在旁邊 很像小媳婦就是偷偷學 麵 魷魚麵 然後泡菜 原本怕女兒辛苦 但看著他不斷嘗試 儘管被燙傷 失敗都不喊苦 阿文想著好吧 讓孩子們試試 但是只有一個要求 盡量要保持我 爸爸做的那種東西 不可以不一樣 不行砸你的招牌 對… 你那都是很擔心招牌被砸掉 當然 我每天都要來監視一下 從地點 裝潢 碗盤 都和過去大不相同 唯一不變的就是爸爸媽媽 所傳下來的味道 現在走到這個就是時間點 我覺得就是心裡滿踏實的 然後特別是聽到 如果顧客會說 謝謝你承接了 就是爸爸媽媽的味道 我就覺得 那當初我的堅持也是沒錯 對 來 小心喔 老爸爸燃燒歲月 沸騰四十個春夏秋冬 讓這好口碑 從這一口方寸 長成一方天地 滋養了平凡幸福 而女兒也遺傳了 不服輸的毅力 揮漢贏得信任 成為父親的驕傲 生活裡有同理 體諒 縱有爭執 不固執 一點也不減損 愛得同舟 進到鴨肉跟老店 就是一個芒字 我現在要吃了 我現在要吃了蒜頭 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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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廠 松破腮忙備料 前廠忙著撈新台幣 那樣的嗎 哪樣幾碗 請坐 而且外帶嗎 要多少 八碗 要一碗一碗裝 還是坐兩碗 鍋裡的鴨肉根被翻動跳躍著 店家的手像是裝有彈簧 停不下來的應付著 像是螞蟻大軍的時刻 我們是有天使 也有地利 這地利就是因為鳳天宮 對啊 因為大家會來拜拜 順便說 你要去拜拜 順便來吃個鴨 還是來包個鴨 到現在開始就變 有專缸來 鳳天宮香火鼎盛 被笑稱是香無味的鴨肉根 鴨肉被筍籤給團團包圍 酸酸甜甜的欠湯 或者獨有的鍋器鴨香 就是讓人非吃不可 人家經過都吃了幾十幾年 口味的好 人家經過都會過一吃 店家多多也都會倒下來吃 氣味不錯 看這麼多人的家就知道了 幾乎沒了 就來這裡偷偷 為什麼來這裡吃 還是不怕這裡經常出名 顧客忙著吃 老闆忙著招呼 還有這兩位師傅忙著炒 大火一起 鴨肉一下 貨氣激出的焦氣 正好退散鴨肉腥味 這就是新港鳳天宮前 著名的生炒鴨肉根 很多小朋友來說 找我說要不要焦煎 要焦煲汁 炒汁的過程既精采又驚險 要不是有練過 兩位師傅還真不可以一起作業 一陣使力壓鍋拌炒後 勾進芡粉 再注入大量筍絲鴨肉湯 就是一碗 十足接地氣的鴨肉根 會比較燙 因為你能這樣炒對不對 因為我不是沒有淋燒酒 沒有淋什麼鴨魚 我們只是加醋 把醋把它提味 我們的口味是偏南部的口味 生丁 我們這邊都是嘉義台南高雄 這邊都OK 一個很特殊的鴨魚 就是說 人家這鴨肉就是要炒 還有一個火燒開 吃起來才會好吃 人家這道就是有那個技術 所以吃後會再吃 微微微微微 超過三十年的鴨肉根墊 至始至終就只賣正一位 早上七點營業後 人潮就沒停過 可貴的是 儘管生意興旺 走的卻還是銅板架 沒有外賓來 我怎麼沒有外賓 對啦 還沒到三天 女將們異口同聲 在奉天宮前做生意 感謝老天爺幫忙 給了天時地利 但勢在人為 我們曾經過在金螺櫃 錶口金螺櫃炒到現在 我們就沒做餐 沒做餐 沒做生意 怎麼會這樣 我們有在拌桌 每天都推個攤子出去 爸爸有拌 拌桌 有拌 就休息了 對 就休息了 皇家是中曝塞世家 阿公和阿嬤也練就拌豆好手藝 86歲高齡了 都還捨不得放下菜刀 當年拌豆小月時 就炒起花枝根來賣 但花枝有季節性 才會改成以鴨肉當主角 至於配角就選珍貴的竹筍 三個也不會 有蔬菜味比較香 可是如果燒好有的味道 白菜會甜 比較甜 比較出湯 所以我們這裡沒用 出湯就怕我們清 如果要吃的人就拿去吃清湯 筍子爽脆可口 帶有甜味 自古以來就是佳肴的紅花 或是秤植的綠葉 但阿嬤說煮筍子得有耐性 中火慢煮 直到苦盡甘來才是起鍋時 要煮得很久 因為我整個早上 三四點就一直煮 我們都煮這幾個點鐘 不要煮得很久 我都煮得很久 煮得很久 煮得很久 我們都用青也不要用色 煮得很久 不會讓人煮得很久 放那種藥我們沒有用 我們都用青 煮得很久 一斤都多幾十塊 一斤三、四十塊 我都比較貴 也可以用 我們一斤都用很多 自己都用幾百元 自己都用兩、三百元 正因為量大 隨天才亮 這後腸已經爐往水滾 三大鍋滾沸著筍子香 日復一日地預告著 這又是忙碌的一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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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隔 我們都是以前的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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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拋隔隔隔隔隔隔隔nos 家裡的五個兄弟姐妹 不是公務員 就是棕口念 老闆娘就和弟弟 把老一輩的攤車生意給扛下來 姐弟倆齊心 把根炒得更加火熱 借國稅局多了一個新增的任務給我們 心理太好 沒辦法 其實國家也是缺錢 不是要心理太好 媽祖婆有保備 生意強強棍 賺錢是現實 姐弟倆在同一間店 該怎麼做生意呢 這家人也很妙 想出了個人一個禮拜的好方法 生意廠商的事情 就是我們大哥跟我們先生 他們在跟你說 我不介入 我們感覺也很好 對啊 也不會吵架啦 很美 一個人輪一個禮拜 師父不變 波氣未依舊 所以無論何時來 湯碗裡就是個老味道 這個禮拜輪到大姐當家 天才剛亮 她和女兒卻已經咬湯 咬到像個機器人 太誇張了 還要啦 還要啦 以前爸爸沒有 從我們最大一開始 自從疫情爆發後 宅配生意接單接到手軟 所以一條龍式的不斷的煮料 好趕快打包 讓後場放涼 進兵庫急速冷凍 宅配公主 一定要整理很多宅配 對 好 大概好幾箱吧 好幾箱 那你不是搬到手都 大力士可以吃坡菜 你力士越來越好 對 也有健身的效果 南部獨有的甜頭 伴著成塊鴨肉的咬劍 牢牢圈粉 甚至遠征及馬澎湖 這溢住功夫火氣的酸甜味 添盡了一家人的謹守奮祭 更是念之在之的 家和萬事心 要吃什麼嗎 桌手邊有菜單喔 你是要帶走還是 帶走 都帶走 對啊 我就從小吃到菜 差不多國小六年級就開始吃 有時候家裡每一組 三餐就在這邊吃 以前一餐就吃兩碗 那很香 我相信 南庄應該只剩下這一間了吧 我從國小都開始吃了 一直吃 其他很多間 太油了 都是味道 像我表哥那些回來 也是都吃麵 一定吃麵 叫媽媽不要吃 好 就是小時候的味道 家裡的味道 媽媽的味道 那你算一下這樣子吃幾年 應該二 三十年有 說它是媽媽的味道也好 老南庄人 記憶深處最無可取代的味道也行 畢竟雪椒已經年也六十好幾 足以當上一票年輕子弟的媽 甚至是阿嬤了 但是能在愛錯裡 煮麵煮到別人家的孩子 您可吃它調煮的 也不持自家媽媽親手做的 那確實就是它的本領了 湯麵乾麵百條都是 又或者勾勾麵 勾勾湯也同樣如此 勾勾麵是什麼 就魚羹麵 勾芡的 它是勾芡然後魚羹 它的名稱就叫勾勾 可是有加一些太白粉 這樣吃起來會不會 對 酸酸甜甜的 因為它有加粗 酸酸甜甜 原來叫做 它的勾芡 就是勾芡 它就是勾芡的意思 勾勾湯顧名思義取得 是以太白粉勾芡 形容肉湯濃稠勾勾的音 早期客家村民叫著叫著店家們 語音是也習慣了 勾勾其實就是肉羹 湯底用了大骨熬 下滿筍絲紅蘿蔔黑木耳 最後在沸滾前捏進魚漿塊 做法跟閩南人的肉跟湯 幾乎毫無差別 玄妙之處就在樣貌 清清淡淡素譜簡單 韵味卻勾人流連 而湯面形式看來粗廣 肉絲芹菜 趕在一早開店前 也得要先爆過箱 必要時這個不嫌麻煩的男裝媽媽 還會事先把肥肉挑減掉 對 客人不吃肥啊 現在還好有一段時間 幾乎常常看到太肥的 因為這整塊都肥的我就會挑 如果說有一半瘦的 我會用剪的 湯面配料 小蔥豬油 油從辣椒到餛飩水餃 雪椒一向來自己煸自己炒 唯獨麵條用的是 市面上罕見的 在地人家當天限壓的手工麵 雪白中帶點鵝黃 麵身原厚偏硬挺 所以充滿咬勁 這是打從六十多年前 第一代婆婆掌勢 十九沿用至今 它不算白 它有放一點點那個 鹼粉 因為你沒有放它會壞掉 很快就壞了 以前我婆婆五點多就開了 以前的應該說工人吧 比較早上班 現在比較少一點點的 比如說那時候生意很好 因為那時候店家不多 整個男裝嘛 對 麵店不多 那少數幾家吧 那時候很忙 對 那是賣給學生啊 上班族的啊 吃早餐 早餐店 對 然後有去山上工作的啊 從男裝市場擺攤起家算起 早已超過一家子 如今的古早為老麵店 當時候可是在地農家工人們 每天補給能量的早點店 儘管隨著市場聚落 遷徙過幾次 最後搬進桂花巷裡時 擠滿遊客的男裝老街 都還沒重新呢 浪漫失憶的店名 當時也是拜客人所賜 公務人員叫出來的 因為以前公務人員 蠻會來這邊吃麵的 然後就是陸小芬 不是有拍那個桂花巷 然後李立群 不是拍一個八葉桂花巷 就是大概那個時候 然後他們要約吃飯的時候 我們去桂花巷吃 因為是在巷子裡面 然後就是這樣 被他們叫出來的 那些年桂花巷裡究竟多少 寒暑飄來桂花巷 其實都已經不可考 甚至有老男裝人說 蜿蜒巷弄的前身 有更多光景時候 是農家豬倦綿延相連 不過三十多年來 可以清楚確定的是 自從雪椒一根婆婆 落腳到巷裡 把店門前的灶頭燒熱了 麵箱勾勒著人煙淺淺 就再也沒停歇 就是每天都很好啊 那個時候要怎麼講啊 就是你哪有空閒時間跟你講話 沒時間講 坐都坐不來了 連上廁所喝茶的時間都沒有 你覺得咧 而且只有你跟婆婆兩個人 對 那時候非常忙 那時候一天 一個早上 就我說假日喔 平常不能講話 假日一個早上就可以賣50斤麵 50斤的麵條換算成碗公里的湯麵 一個上午就是兩百碗 但一間小店從前再熱落頂沸 也只有婆媳量 哪怕手腳再俐落 一次一鍋四隻麵勺下滿 兩鍋同一時間 最多也只能煮上八碗麵 跟黃倫撲撲走了以後 能獨挑大樑的 也僅剩雪椒儀一個了 你問他我最忙的時候 不是 不是這樣子 不是 這個外面排隊是不是 對 整條巷子都在排隊 也沒有整條巷子 就是外面會有一點小排隊這樣 不會被你做人抱怨 會喔 罵什麼 會拍桌子 我從護士 南鄉的 七八的 那種古早味 古早味 就是還滿 還滿有古早味 因為剛好上面 都有一些塗 或是縮衣那一種的 不錯老味道 兩代媽媽前後少說 也養出好幾批世代 說是從小吃到老都不為過 屋簷下有油子吃麵 吃到戶許終生的 更有孩子 家裡頭的父母 早已去了天國 所以每當想家 便鑽進店裡來 點碗麵喝碗湯 搖翔屬於媽媽的味道 那妳覺得這份工作 有時候做一做是開心的感覺 當然有看到那個四個小孩 看到妳的四個小孩就開心 沒有 那一張四個小孩 怎麼哪一張四個小孩 一千塊的 我講的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大家都沒有看到那一張小孩 是 我也不知道耶 就大家愛護我啊 有 但有時候聽到她說 我專程來吃麵的 那就好高興 光陰流轉 或許線下因遊客而生的 桂花巷少了些田徑優然 但溫進老宅 手工版面的清香還在 湯頭豐潤溫醇滋味也未改 所以每當熱湯下肚 就是鋼鐵般冷漠的心緒 也能被棉柔溫暖 говорит 喔 對 就像其他的五分 每個人有一點油膩 我就是回饒 那你最高紀錄吃過 因為我小吃啊 我沒辦法吃很多 這位大哥才剛說 自己的食量不大 馬上又課了一碗 誰 剛剛說吃一碗就't 每一家的卤肉饭 让人吃到欲罢不能 光看这一锅卤到琥珀色 油亮晶透 还会堆堆地卤肉 就知道店家的实力 卤肉不只会跳舞 还会唱歌呢 胶质丰富 入口即化的好料 送进客人嘴巴里之前 已经焖煮了一天一夜 八个小时 至少八个小时 然后碰完之后还要再焖 焖到明天 66年次的第二代老板王洁生 不怕公开家传秘方 因为光是这一味 就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一锅就是 三十青年的老卤汁 没有它卤肉 卤肉卤起来会少一个味道 成年老卤汁加上虾米提鲜 还有许多看不到的小细节 都是至上关键 切好之后再烫 烫过才可以直接下锅卤 你外面几乎都没有烫过 直接下去 有猪的腥味 当然王家的老店 能够称霸肉界 除了卤肉饭 还有全台唯一的 清汤瓜子肉 花瓜的那个酱瓜来做的 所以它的甜度比较够 那搭配你的饭 当然好 我们现在弄的这个是肉羹 猪的后腿肉下去切 切成条块 然后下去腌制下去煮汤 像我们这个都是真正的 鱼浆包肉 你外面的话吃起来软软的 那个都没有肉 只有鱼浆而已 Q弹扎实的肉羹 捏好丢进滚肺的酱瓜清汤 这个用日式酱瓜和大骨熬煮的清汤 是王家爸爸的独门配方 日本时代的日光瓜 下去煮的 因为他想说以前 没有钱的时候都吃这个日光瓜 然后煮鸡汤 还是煮一大锅汤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自己想说来卖卖看 一卖就卖了 一卖就卖了 一卖觉得反应还不错 因为像是古早会这样子 一锅汤 然后大概二十几斤的肉 捏起来会味道特别重 肉味 这个肉几斤还要算肉 有比例就是固定的 甘甜的汤头还能无限续碗 这是续碗吗 续碗碗 续碗 这是第几碗的 第二碗 王杰胜的爸爸 37年前在华西夜市 卖卤肉饭和清汤瓜仔肉 靠着几张桌子打天下 我记得是去标一个会 然后买这个摊位 买这些身材庆聚 然后才开始卖的 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几张桌子 然后再几台那个餐车 以前人坐吃的少 然后人潮多 景气好 五年前王爸爸决定 把店交给儿子 王杰生回忆 老爸只交代三层肉该怎么切 然后就转身离去 完成了交接仪式 那天下午 下午我刚好在切肉 那我老爸在旁边 刚好无意中去看到 他说这个肉直接从中间剖开 比较容易切 那你从旁边切的话 会大小块 然后讲完这句话之后 他就走了 这样都给你 其他的就让给我自己想象 虽然从小跟在爸爸身边帮忙 但是刚开始独立作业 嘴尖的客人还是吃得出 有这么一点不一样 也是有的客人会 他可能口味吃得比较重 他可能我弄得比较淡 他就会说太淡 然后跟我讲 那我自己听了之后 我自己还会再去调配一下 被老客人掀了几次 王杰生慢慢地做出复兴的味道 一天买500碗都不是问题 短短两年 他已经买下小摊后面的店面 我借的时候才买 因为我老爸他说 我已经做了30年了 如果再买的话 要再多做10年了 所以那是你的想法 所以就由我来买 交出好成绩 没露老爸的气 却苦了跟着他一路打拼的水某 吃一个香菇便当 阿伯的香菇便当 不要嫌 你的55 我们做你面好不好 你面可以做 不要嫌 半汤白菜 半汤白菜油豆腐 真的 真的辛苦 汤汤锅锅 阿怎么洗这么多碗 真的好无厌你啊 其他那个手都快乱掉了 很不能适应了 就是会常常做到发比起 你要对我好一点 有没有听到 好 中午用餐时间 夫妻俩忙到没时间 多讲几句话 事实上店里进进出出的顾客 从开门起就没有停过 尽管在夜市开店 王家仁从早上就开始工作 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 价钱却不能多一倍 母肉饭一碗20块 已经15年没涨过价 他们也蛮久没有涨的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第一次来吃 是我朋友带我来吃 也是这个价钱 我觉得老板做生意还蛮实在的 王杰生说 华西夜市这一代的商家 大家都有默契 成本再怎么涨 也要守住20元大关 默契啦 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啊 涨价的话 一个白白一个大白 大家日子更难过 这五年来全部都自己去收了 这五年都涨几次了 还是买20块 胡须张 我很羡慕他 可以涨价又可以降价 狐首20元 王杰生在 捧着白烟的热锅前 一战就是一整天 尽管华西街 早已囤去昔日荣景 王家第二代老杨卖卦 他说用同版国民小吃 开拓市场 一定能用香气战胜不景气 我来 来坐 我要用股肉 今天要夾一堆 两大两小的 你要吃 要包 我对孩子差不多七百块 吃到现在七十六块了 你没有看到有香客来的时候 叮叮人山人来 会会的 会会 这每次来必吃的 对 老殿啊 他原来是在对面 那个围墙那边 这是庙口文化 就跟新竹的城隍庙一样 阴晕心意的北港庙边 总是不分周末周间 大街上这会儿 叫班相客才刚踏过 下一刻 仲家老殿随即扯开 嗓门迎客 哪怕时间才早上八点钟 菜家的第一大锅 甲鱼肚羹早已经就续起过 因为我们北港人爱吃好 爱吃 爱吃不用鱼肚 甲鱼肚顾名思义 真是假的 北港老爷为人家上上下下过去 总视免鱼肚为珍宝 但后来野生免鱼产量变得稀少 拿鱼镖做成的鱼肚 口感又有几分跟鱼肚相似 于是菜黄明年轻时便打定主意 专麦树明白的鱼肚捧配鱼肚 有钱吃真面鱼 没钱就吃假鱼肚 尤其猪皮经过日晒油炸再风干 工序虽然细索 但手法若运窝的巧 我们会住进庚里 缠入鱼浆块 保溪酱液汤汁 风采清鲜道也未必会输给真鱼肚 这些鱼肚 我们这里拌到鱼肉皮 第七鱼 拌到那些十四碗菜 这些菜出来就是第七鱼 我们这里拌到鱼肚人 出了很多鱼肚的鱼肚出来 鱼肚人说鱼肚人没有意识 出了很多鱼肚 鱼肚人说你不吃你不要吃 我待会再放鱼肚 你那些鱼肚子 汤 饭 面羹 上枝鱼赤免鱼 下枝树米肉皮 菜房民调煮了一辈子 各种精妙更是拿捏鱼 稀松平常执掌之间 小时候父亲就是摆摊卖小吃的 年轻时他其实也卖过生炒花枝 后来娶了太太 本想举家搬到外地另起炉灶 拼生意 北港的妈祖博却不同意 我就去拌妈祖博 我说要去炒回去 你也是后面几点无所被摔回去 生意就好 马祖博又不够 要去台北也不够 要去台北也不够 这都没人在买 我没人在买这个 马祖博又好就去买这个 直到想归的当下 其实那一时北港刚好有煎 甲人渡庚收摊了 蔡黄明渔是义无反顾 更不担心抢人生意 便推着摊车准备到庙口 大展身手 偏偏一刚开始 除了几个吃点心 买温饱的本地孩子之外 从天多少路过的乡客 却一个也拦不下来 两个肉筋做两个 两个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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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吃 外地吃不习惯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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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使手里的这碗羹汤 熬进高丽菜的爽甜 汤底轻弱无故 凸显感美 那碍于外来 游客对于鸡肉 总有慰藉 无计可失下 蔡华明跟太太只好再端出 香菇肉跟鸡肉米粉 就这么从一碗一块钱开始买 这没有... 没有沾油的鸡肉 这油的它就没沾到 那米粉就是用手鸡肉的 这拌的而已 不下去炒 那是我们拌的而已 不炒 炒的是一碗一碗 再放在它里面是炒 以前是这样 现在都是炒米炒米粉 以前是这样的人 那边就猪猪猫 那不可以等它猪猪猫 那说其实不是 那些人家有一个炒的吗 对 没有火炒 是吧 不然我们外来说 芋肉米 芋肉米粉 好 这样一百四 后来因着几样平民小菜 泛泛面的皮衬斗味 在汪明辖挫的策略 果然带来后市人气非常起来 专卖假货的庙边摊位 就这么成了一家子 两代人的牢靠甲业 对 那个假日都是人啊 那你下客要不要去帮忙收碗 要做东西啊 用那个本盆那些之类 是喔 你也要帮忙喔 收收帮忙喔 对啊 那你不就也没有同年了 有啦 同年在庙口了 在家里这个从小做到炒 我小时候是富贵手啊 我小时候都在被吸碗 等一下就整个都富贵手了 虽然从小洗碗洗都怕 但身为老店的第二代 蔡瑞展打字内心还是自豪的 尤其自家庚康早在十多年前 就被客人逼着要贩售宅配 现在运送版图远道离岛 甚至还有客人冒醒在出国的 美国那个是一个阿美亚 阿美亚 对 她现在已经差不多 也是三十几岁了 她进那边都市的时候 把那个肉片冷冻起来 偷偷地给它带到美国 可是要入关的时候 这一支小果坐着 那个美国的检方告诉她说 里面有尾镜头 她拿给它再施肉片 这没有人都代替它那个气味 为什么 这个特殊的口味 我没有人拿起来 我昨天就吃了我们以前的 我们女主长做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里吃了 这个鸭皮味都很棒 我们都吃得好 不错 没人替代了了的滋味 乍看清清浅浅浅一滴霉 却在人吃进丰香摆味后 还新生店面 或许这就是老味道 历酒迷煎的理由了 这里外带还有面吗 来 这一百四个 只要看到梁立猪的料理餐台热闹滚滚 不用说时间一定走到了上午十点半 好吃 一斗赞 从他爸爸妈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吃了 吃到现在 晚来你可能就买不到了 一面一米粉一米糕 我这一百一 一百九 不是商业精华区 不是观光热点 生意人气 能够在雪茄小镇沸腾喧滑 成为在地人 走走咖的日常餐饮选择 梁立猪的料理台上 有独家的西客台包 应该是独行独吃 没人做得同样 我们就是一机 用了很多吃法 大家都冲着米糕要来吃的 对呀 他说没有亲过鸡肉米糕 替当阿从应孕的蒸笼里出场 唇后酱香和米香突鼻 鸡肉块硬射辅破色泽 盘踞糯米之上 独家版米糕黏口碑不黏牙 配上还肥厌寿 各有所爱的鸡肉小菜 一鸡多吃 常常让人大吃一惊 大腿小腿背部鸡胸 大腿比较油油脂 鸡胸很多减肥的人在吃的 我们这是鸡肉大吃 因为咬进的鸡肉才可以 摸摸摸摸摸摸 鸡肉羹一碗一碗盛装出餐 忙得不肯开交 我们的鸡肉是我们的原汁 所以就做高汤下去了 很清甜 所以我们没有再喂树 全台湾只有我 狗行独吃 夫妻倆异口同声的狗行独吃 在鸡肉里台湾独吃 和鸡肉买臭 也在鸡肉嘴里 彈鸭城满意激情 鸡肉的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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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很软 真的不错 口感不错 还蛮香的 鸡肉感觉比较有嚼劲 外面鸡肉羹比较多 鸡肉羹好像比较少看到 要做鸡点专家 成家的厨房 每天清晨五点 就已经开始火热 这边凌晨 刚刚往生的鸡汁 泡汤汆烫 另一锅老卤 也准备沸腾鸡汁零件 它脖子比较烧起来 因为它的比较软 平日30只 假日40只鸡不够卖 第二代老板陈明洪 每天和睡神搏斗拉锯 清晨四点就得起床 亲自去屠宰场 选机抓鸡 否则晚一点到买不到 客人吃不到 鸡飞狗跳 就大事大鸟 鸡烤肉 它的弹性也比较好 以前鸡肉比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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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风吹起 开始的时候是用鸭肉 但是鸭肉的骨头比较硬 它煞起来的肉 要煞起来的肉比较厚 儿子看过的炉火正在奔腾 厨房这一头 陈木村正忙着分解 上一批汆烫冷却的蛋鸡 顺着鸡肉纹里 将鸡脂化整为零 两刀就将鸡腿去骨 让鸡胸肉骨肉分离 堪称利落二刀流 鸡胸肉 这个鸡胸肉 这个是鸡皮骨 这是背部 这是小腿的 这个大腿的关节肉 这个人比较厚 不像以前的人说 没有人比较厚 它刮骨骨一架 对吧 这个人简单就好 我做了五十多年 我做了五十多年 我整整个孩子就要做了 我就要开始生我 开始做了 五六岁就要开始生我了 念小学就开始跟着父母 推摊子做生意 每天忙到半夜才收工 年熟没兴趣 陈木村国中毕业 就去外面餐厅精进学一技之长 做过台菜 穿菜 日本料理 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日菜餐厅 当帅气板前掌 是年轻时的梦想 日本料理 你开了 你那个时间 那个时候 总是上流社会 再吃日本料理 乡下地方开日本料理 根本不划算 还有就是 人家 先帖也不说太好 要让老人家休息 陈木村和太太接下父母的摊车 跟着纺织厂的作息时间 晚上七点出摊 每天得忙到凌晨两三点 每天得忙到凌晨两三点 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 陈木村的锅里 沸腾的是翻涌的赚钱希望和打拼动力 肌肉分解过程中 饱满的肉汁流泻 承接集中 加上鸡骨熬煮 就是鸡肉羹的汤头基底 而汆烫锅 水面漂浮的醇厚鸡油 拿来爆炒鸡肉块 香气扑鼻增添米糕的独家味道 都没有浪质 唯一就是鸡分 没有用到 炒那个红头酥的 提味很香 鸡汤是卤汁 鸡汤下去调味 然后再淋下去 才会更甜 旧米的时候水要多一点 新米的时候水要少一点 我们在用米的时候也没有拿捏 水今天 麵 煮得比较久 你会觉得比较淡 水就要用得多 湯就要减 不然你会很滑 我不要一次给破纪录的 就是客人来跟我说 都不要卖了 通通包起来 这些都放多少 这些都送过来 对 破纪录就是去干 夫唱妇随 梁力珠婚后 就是公婆的最佳帮手 也练就一身厨艺本领 陈木村去当兵服役时 他发挥媳妇的女力任性 家庭摊子一间两头丹 是处兵隔壁眼中的女强人 糯米容易黏着 每天上百个米糕桶 要清洗很费工 梁力珠喜得不亦乐乎 不以为苦 不过随着纺织叶外移至对岸 学甲小镇的人气 也跟着工厂逐渐关闭而消散 连带的全家的宵夜场摊子 也无以为继 我们这里有六七万人 我们学甲的六七万人 人口现在只有两万 一、二、二万而已 像我一直在爱泡泡泡泡泡 就一样 你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球道比较油 等打了两三十后 它的油 上面的油就没有油 对不对 你那个转速就不一样了 你就一定要出很大的力 一样 跟打保龄球一样 得跟着局势自我调整 陈木村从宵夜改做晚餐 再做成午餐 生意量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还好夫妻俩随语而安 不埋怨时运不济 把握能操之在我的 处理好每一只鸡 每一碗羹汤 每一份餐食 我们是要对时代走 不是时代对我们走 面临时代考验 陈木村处遍不惊 所幸网路时代 任何有料的人 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 正因为那句夫妻俩 常说的 一机多吃料理 别的地方少有 在地口碑透过网路流传 最终成了雪甲的人气 代表美食 仿制厂附近的骑楼生意没了 陈木村把摊车推进店面停泊 老摊子的配置没变 老味道没变 夫妻俩协力的爱家同心 也没变 他只顾了一定 身体很好 我没了 这个没了 吃好了 我都能走 走不去 做了四十年乐此不疲 梁立猪依旧站在主力位置 也懂得培养接班梯队 把儿子媳妇 从外面拉回身边 当妈妈老板 发儿子员工薪水 培养厨房工夫和生意诀窍 有时候毕竟比较爱玩 长大了就觉得说 这是家族事业 你比那样吃太多 比较便宜 对啊 我要把腿 休息一下 好 比较自由 不停的认真态度 是亲身实践的言行神教 妈妈老板梁立猪 还会慢慢示范 乐在其中 我比较少年还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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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八十 观察店门口的人龙队伍长度 也许是个评见方式 每次来都要排队啊 如果早一点来 大概半个小时吧 假日我们就不会来 因为假日就排很长 我们根本就是吃不到 星期一除外 每天下午五点才营业 老板师傅廖文青的粉丝 就已经在店门口巧手盼望 希望抢得先机 一场阿勤塞手底 四十年的炉口纯青 炉口纯青在阿勤塞的锅里 不是形容词而已 而是入口的爽脆口感 把握火候热度 让鱼肉在刚刚熟成的瞬间 快速起锅 不会煮过头 少一分太轻 多一分则太软 又是韬客行家的评分重点 吃十几年油 喜欢它就是在鱼炒到 刚好油生变熟那时候 很脆的感觉 一百分 本来鱼味太难的东西会很甜 不过它吃起来不会很甜 比较大人物也要来跟我们交官过 都要吃回去 没得到得完 吃一个小米 等四十分 我们这个传统 我还有控制整个在煮 那如果够一个派贴就是派贴 天塞善于善于意面 让食客们乐于排队等待 火候掌握祸气十足 还有不少分寸的拿捏存乎一心 鱼肉大小 酸甜调味 羹糖分量 配上意面的湿润度要刚刚好 另外晴天雨天 食度高低 关乎地瓜粉勾芡的用量 每一样都是达人的经验判断 今天鱼大尾小尾要给它观察 这顶要大尾小尾 你也要给它观察 你如果大尾要煮这样 小尾要煮这样 那不通过 要变成了 比我们比较好的要很多 是我们老祖先放给人 我们不把黑白灰 在这里人家和我们有缘 如台前廖文青气定神闲 不疾不徐 仗勺的和等待的 木光焦距全专注在这一锅热烈 构成许多食客网制 和报章杂志上有缘的台南印象 说自己是油三代 做油腾的第三代 退伍后接下炒烧 遵循副祖辈的热炒技术 超过四十年 廖文青应当算是俯成 鲜鱼艺面的活字典 要研究台南饮食文化 做田野调查 绝对得要来他的店里朝圣 听蒋谷打牙剂 你敢不敢说 对我们说三个 在这我们做公大 是买的 它的料理在那边 比较不适合 因为是我们老婆发明 以前是只有米粉而已 我们老婆说 我们生理大陆 下来就会改用一次 就不错了 以前生理不在那里做 鲜鸿鱼才有 这艺名是我们四大人 那不可以炒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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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炒大人一家也炒 都我们小了 那我们古鱼 冬金都我们古早 现在百多年了 但是他们没有研究 像我们这样 买一项鱼 他不敢买 大家只要买一项鱼 只要买一项鱼 能够独孤一味 专卖一项成为专家不简单 要下到锅里的任何东西 廖文青都很懂很专 每天善于杀好送来 他一眼就知道 于往生的大致时间 同样的龟毛标准 意面也要炸得蓬松殆尽 才符合他的要求 对主角很要求 配菜也不能庆菜 不少店家用的高丽菜 就不符合廖文青坚持的传统邏輯 我们的祖先都不敢说 我要用这样 但是古早 如果没有用枪 是要用白菜 这个东西一定会比较大 是比较 我们的仪式很久 有我们的万人 较艰苦 不知道你学的 这四个人三个人 不用烦恼 跟着鲜明 从福州来的善于面 在廖文青父亲手上 发展成台派善于意面 再由第三代发扬光大 只教自己人 原本也是传统之一 但廖文青膝下无子 也懂得分享 这无形的舌尖资产 愿意教导 有心传承的年轻人 我要教的 你很感恩 不是 这种东西一定要传承 让大家吃到好吃的东西 像我们三个人 我设计一顿 比我们家多多人 与时俱进 懂得变通 在传统的基础上 廖文青有变与不变 不变的是 能够操之带极的选择 变化得 则是顺应的材材条件 以前是很甜很痠很险 现在有它改 我有它改 更不痠更不痠 更不痠 你有没有就加这 你这些小弟 你这些年轻人 慕名拿来 因为我年轻时代 那家里也是开餐厅的 所以很怀念这个味道 今天找到了 第一名 一间店只卖一样东西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廖文青尊重传统 但不被束缚 让传统更有延续性 主台的焰火映射职人的专注神情 熱烈不歇 做年轻人 又这么年轻 阿伯你加油 好啊 宋情于手底的工作 如果不是做鲜鱼意面 廖文青一定也会鲜鱼 其他的事情 你需要什么 我给你摆一下 吃吧 谢谢 九十一六五 好吃啊 好吃 他们量够 有的 一碗都四十几块 都没有料 当然料很多 我从台北来的 我看很多人在吃 我就跟着吃啊 很好吃啊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 看那么多人就知道了 孙生你要什么 孙生才五味 好 平日中午的鹿港老镇 大中午午餐开饭前 第一市场周边人烟 早已盖锅炊烟 眼看在地早鸟才刚排完一轮 来自南北各地的巡慧老汤 立刻团团包围又卡上前 你的生意如何 很好 很好 你如果快要再拔了 都要拔了 生炒五味 在你们老师之前 你觉得它什么意思 我觉得很特别 还不错啦 我以为是要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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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有花泡的油鱼 不要重点这两样 然后锅炊的味道 也不会太容易 不会太稀更好 你说你吃几年了这一件 我都吃了二十年了吧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 有西特文这个 羹的那个名字 为什么 因为这个羹有炒的 爆香的那个味道 还有这个羹 人家是一大锅锅见的 我们做羹人家不一样 我们是用炒的 有那个炒的香 说是美丽的物会也好 外人不是庐山真面目也行 陈美娥的五味羹 一朝两代 确实藏进攒材的作用 而五味代表的则是 吃肉条虾肉条 香菇鱿鱿鱿鱼 和当令的食蔬 在煮这样东西的时候 它必须快 因为它这个东西 没办法久煮 它久煮就会烂掉 所以你要很快的 快速的把它煮好起锅 葱蒜花菇大午爆香 接着再下鱿鱼炒出货香 陈美娥口口声声虽总说 四十年前自己炉灶的出发点 就是想卖平价羹 用料却不低廉 香菇为用 香气丰满 咬进饱食的花菇 泡发过的鱿鱼椰汁 选口感偏脆甜的两张大翅 而手工肉条 以气氛后腿肉为主 再以三分鱼浆粘合 虾肉条可想而知 必然也不马虎 虾完之后 这个每一块都 里面有包一只虾 有没有 虾肉你有看到吗 每一个都有 它这个虾也是好的虾 不是那个不好的白虾 摊子前 陈美娥从人妻少妇一战 迄今四十年 保养得一下丝毫 看不出几年已经迈入七十 遥想那时 路边的零食摊位 小福气每天就只卖两个小时 一晚上商朝五味 却牢牢掺紧了老陆港人的味蕾 小家庭亮亮 我就鼓励我先生说 你在餐厅做厨师 你可以来做一个小摊子 吃的来自己创业 之前是我们两个 他只有下午三点出来卖 卖到五点就没了 那时候的生意很好 两个小时 对 那时候在排摊的时候 客人就摆很长 在陈美娥的鼓励下 丈夫从老台菜餐厅的 粥铺塞转进自家厨房 抄其五味更来 渐渐随生一口北稳健 餐太前端猪的菜色 也缤纷起来 控肉猪脚乳鸡腿饭 尤其排骨更是菜单上 经常喧宾夺主的黑马名单 我们的排骨有在去炸 炸好了再来乳肉汁 乳控肉猪脚的那个油汁来乳 所以炸好了排骨是干干的 然后下去滷吸收那个汁汤汁 有甜味 那排骨饭真的蛮好吃的 我觉得吃起来就 那个卤汁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很浓郁 然后肉那个味道都有进去 我觉得还蛮好 真的是不错 猪脚 很好吃 猪脚喔 它都弄 怎么输喔 独早味啦 那个肉吃起来好像 就很快就融化在里面了 不必咬 不必做什么 卤的很入味 然后控肉很嫩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偏甜 就蛮像台南口味的 总是十个陶客 起码八九个琉璃鱼 卤主角互排骨饭 甚至有网友评价 这根本是被耕食耽误的便当店吧 陈美娥不仅不在乎 反而更乐在开发那些 喜敬千花的古老小吃 好比卤肉皮饭 片片猪皮从市场采买回来 得先除毛剃掉肥油 费尽眼力手工再一卷卷细板 下锅角入 那个猪皮卤得好像艺术品 我的朋友说它像艺术品 很多以前农业社会 看不到的东西这里还有 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在地人吃 吃便餐 减餐的好选择 比如说它的卤肉 船流不息 竟然是游子和在地时刻 疫情后 店门口摆起几张摆起桌 莫名而来的游客 以这街边为座更是别看生命了 来 谢谢你 很多啦 不过我是很多老人 我说实在 我都觉得有老人 原来自业水到这样 反正会上镜头 这些人就常来吃了 你四十年从年期到现在 都是在这个位置 对啊 对啊 我的青春都在这里 这青春都在这里 都献给每个客人 把青春献给客人的五味羹 有人说上桌前 最好来点五印醋提味 也有人忠于 那半桌杂灰羹汤的风华香美 而不论哪一种风味 糖头下的灵魂 都少不了两大人 费心耕耘的矿味 苦辣酸甜都有 当然也含了一抹肝 摩托车游击队穿梭奔驰 路径自由 自成秩序 岗山小镇的每一天 就从文贤市场周边 早逝的运作中 散发出生猛活力 四包五十的 两包两包装 等你再生啊 来 要多少 我要四包五十的 好饿 岗山园的大菜厨 生鲜熟食引以俱全 其中人气最火热的 应该是黄绍威的这一摊 来到我八点钟 好吃啦 真材实料 辣味真好 这来门拌倒 这种出名的 五十多好 好 那才门来的就行了 来门拌倒的地方 内门来的棕破塞 有半桌原香的光环加持 生意比炉火还要热烈 老板师傅黄绍威 大锅大勺正在打包的 是棕破塞的招牌赤肉羹 刚刚才煮好的一锅沸腾 只卖外带一包五十 两个人吃绰绰有余 吃辣吃饭烧到大碗 也难怪煮好没多久 就快要见底 有时候第二锅再卖 已经第三锅 一锅一定完了 所以定到第四锅了 所以冬天大概有时候 都等到快两个小时 住附近的就回家等 比较远的就是先去光菜市场 有的人就在这边等也会有 曾经有客人买了四趟 都买不到 上一锅迅速玩销 下一锅立刻备战 进入滚煮模式 黄绍威的肉羹 能够让在地婆妈甘愿排队 一个上午要煮五锅 每一锅都能在半小时内抢光 大锅里绝对有料 旅楼菜不能烙开必须一流 光是配菜就不庆菜 比起许多小吃店的肉羹汤 丰盛有诚意 主角更不麻烦 吃肉条沾上地瓜粉 裹上湿木鱼浆 演出跳水秀 要调分履稀 才有入口的饱满风营 你如果没有包 比例弄错 那个肉看起来就很小快 那个粉如果没扒上去 什么东西都 鱼浆也没有上去的话 那起来就不漂亮了 我们有我们的梅杆 那它吃起来是软的 那你觉得吃起来不像是在吃肉 可是真的很软 一锅要捏十二大概十七斤 那你说一天捏下来六七锅 真的手真的都不行了 可是捏起来手都很痛 冬天OK啦 因为冬天冷嘛 所以OK 夏天真的很累 看我们的衣服都是湿的 连内裤都湿掉了 等一下再等一会儿 十分而已 在不同的市场轮流摆摊 岗山文贤市场固定在星期三 虽然卖的菜色比半桌单纯许多 黄绍威还是得跟做宴席一样 三点起床梳洗 从内门家里载着客席 直奔零食厨房烹煮好料 前置最后是要先炸过 炸完之后要再先滷一次 就是先过滷一次 然后再来这边再把它用手 用烂这样 因为再来这边炸来不及了 因为炸那个要很费工夫很费时间 那个没办法 那锅肉羹是煮绣 这锅蜂肉也不跑多让 三层肉风鱼不腻 腿酷肥瘦比例完美 先炸再卤 洋溢醍醐味 配饭配面都是百搭 整天看我够的菜才好吃 你今天买什么 买咖喉 顺利 百贵都很好吃 师傅是自己的丈母娘 三十年功力醍醐灌顶不藏丝 黄绍威即便婚后八年才接触餐饮业 起步很晚也有模有样 三十几年有菜肥 我们这个算搭汤塞出来煮 让别人不接受 所以菜肥不用说了 又不用说 不做这个我之前 我真的没有煮过的东西 后面就用泡的 也不是煮的 谦虚自嘲是搭汤塞 黄绍威另一个拿手项目 养观赏鱼就是满到溢出来的扎实实力 原本开的是水族馆 把养鱼兴趣跟工作结合而乐在其中 不过大环境大不如前 让他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挣扎了好一阵子 以前像我在大卖场工作的时候 以前一个月的营业 大概三百多四百多 到现在一个大卖场 有一百多一个月一百多 算很厉害了 你看就差多少了 这个是很现实的真的 鱼人家可以不养 东西一定要吃 你没有钱 真真的你就没有去那种 试一试去养那种东西了 还是要像现实低头没办法 兴趣不抵景气 但黄绍威不屑气 收吊做了十五年的水族馆 他善用身边资源 跟丈母娘学习厨艺 专卖半桌菜 不被实施打败 反倒顺应环境 能屈能伸 让太太跌破眼镜 他是贵公子 什么都不做的贵公子 应该是这样 环境所逼 不得不 不向前走 事情遇到了 那这个过程中 他自己也调试很大 有佩服 因为一个人要转变 确实要有很大的勇气 所以潜力无求 可以 潜力鼓 潜力鼓 他选对了 他选对了 应该是他选对我 疫情期间 大家没机会夾半斗 思念这一位 让黄绍威的炉台更加火热 为了撑起一家子的经济担子 他上午跑早市 下午固定在黄昏市场主食 就像游泳的鱼不曾喊泪 潜尽少年 可以担心得比担心得比担心 先苦好干嘛 我们真的有开大汤做 不然我们吃得老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可以做就尽量做 这样就对了 拿出平静和真材实料 化汤塞也能在自己 选定的领域里 沸腾出一番气象 晚春时节的宜兰东山 难得春雨不讨扰 幽望步履喝着云淡 尽管早午餐再老派 也想得时宜盎然 相当于1925年 二十月四十 году 農村的女性 人家说 结果做产生很难 都要打点心 以前一家座都四五只二 三千五十一都要打 打都要打拌 打拌儿 都有30个人 回家 dipping打拌 菜都公的打 也要说我都吃拌拌 不然就拌宴兼 传统米粉羹 黑木耳胡萝卜切丝 备妥芹菜鱼轮片米粉 下锅手滚再勾芡 一顿割到餐主来说穿了不难 但靠一碗羹 无口养家 一时无忧度过大半青春 除了食韵加持 许文斌多少是平本式的 四十年的老摊车招牌不见店迷 只见为二的橡木米粉羹旁 臭豆腐被涂上两杠 从今许文斌跟太太就靠坚持卫生 和舍得用油 光是臭豆腐搭米粉羹的组合 一个假日就拼出 线下五六倍的翻桌率 只不过太太在前些年 也拼出并来 突如其来的癌 没个多久便将它带走 有好一段时日 老人家实在无心烹煮 甚至无法度日 在一次拉开店门 许文斌是为了重新找回生活重心 少了那一席能缠获油脂 和记忆中勾魂的酥香 米粉羹总也显得单调骨气 后来是在老主顾的接续催生中 一串心才得以穿越旧时光 巧换时装 刚才是一串心才能缠续催生中 來吃點心 後來時代進步 後來就換人餐人家 去那邊看 切切切切切放油 這樣稍微接受 紅心油豆腐串的可以是 香腸 本腸杏鮑菇 偶爾菜心 蘋果丁爽口 清新也算討喜 豬肝 枝滑粉香 或者先以鹽巴脫水 再加冰糖和白醋 醬汁的港式蘿蔔 也算是寡壽分領族 在序的選項 我剛剛吃了豬肝 然後跟香腸 這個蘋果比較特別 我會喜歡吃點蘿蔔 一串心就是說 吃完蘋果以後怎麼 還有什麼豬肝 每一串都長得不太像 不但一樣 吃了一個 另外一個驚奇什麼 那裡還有豬肝 米粉跟以前你有吃過嗎 有 這一間比較好吃 很傳統 很傳統 對 它就是 很道地的那個 跟 我也不會講 反正就味道還滿不錯的 以前人很多 真的很多 就是有賣臭豆腐的時候 幾乎都要排隊 假日更多人 所以這間店是你從小吃到的嗎 差不多 像其實我們也是剛吃飽 但是要外帶一碗回家 也要在天堂 吃得到的 吃得到的 在天堂